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abc都是正整數 這些都是正整數 並且這個 a的5次方等於b的4次方 c的3次方等於d的平衡 c減a是等於19 那麼它問d減b等於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 我就令這個東西 叫做x的5是20 我叫做5是20 這x的20次方法 它是3的6 這我叫做y的6次方法 那這樣我就曉得 這個a就等於多少 a就是x的4次方 那b的話就等於多少 兩邊開4次方的話 x的5次方 那c的話 我就兩邊開3次方 就是y的平方 那這個的話 兩邊開平方 d的話 是等於y的3次方 那現在呢 c減a是19 c減a是19 也就是說 y平方 減掉x的4次方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嗯 這個是等於49 那這都是正整數嘛 因為這個 那個abcd都是正整數 也就是說 這些都是正整數 yx都是正整數 至少是正整數 那既然是正數的話 所以這個一定 這個一定比它大 所以這是1乘以19 而且是正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19 那這個的話 是等於1 也就是說 y減x平方 這一定是等於1 那這個的話 y加上x平方 因為這些都是正整數 等於49 好 那我現在就把y跟x 把它算出來 我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是2y 這是等於20 那所以呢 y是等於10 y等於10 那x呢 減上去 這2x 平方等於多少 等於18 所以呢 x平方等於9 那x是正整數嘛 所以x等於3 好 那x等於3 y等於10 那x 那這樣的話 d是等於多少 d的話 是等於y的3次方 那y3次方 就是10的3次方 就是1000 10的3次方 那b呢 b是等於x5次方 好 x5次方 就是3的5次方 好 這是9981 81再乘以3 811 811 3的話 是243 啊 所以我就曉得 曉得 d-b 這1000 啊 減掉243 那這等於 這是等於 7 9-457 這是9-457 哦 757啊 所以d-b是757 所以答案是757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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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